來各位大家今天心情好嗎 要來給你介紹我又買了一個 工具 這個工具對我的用處很大 日後我會比較省事 就是手動抽油機 手動抽油機 那抽油機有分兩種一個是電動一個是手動 那我買手動手動的話幾乎不會有故障率除非 除非你就是硬摔 把它的塑膠給摔裂掉 摔破掉 才 才會導致壞掉 手動抽油機的話其實他可以用很久啦 如果你正常用的話搞不好還可以 搞不好還可以傳給你下一代的兒子 搞不好 那電動的話他就是比較更省事 你就不用下去壓更省事 電插著就馬上就抽了 但是呢 電的 這種3C電的東西呢好運的話 那個馬達可以讓你用很久 你運氣不好的話可能用兩個月三個月甚至於 甚至於用個兩次三次馬達就有問題了 那我不想造成這個困擾所以我直接買手動的 OK那直接進入主題就是說 這個的話沒有日後我可以 最主要是拿來抽汽車的機油 汽車的機油 日後最主要 然後他有四個管徑喔 四個管徑 然後一定會有一個 管徑適合你 適合你的那個 適合你去抽油 去抽油然後這個汽車 如果要湊汽車的油的話 沒有 啊 有一個那個機油尺 機油尺拿起來之後 拿起來之後機油 機油尺那邊有個小小的洞 你可以就可以從那邊抽了 那如果 現在的車子幾乎都電子油尺 電子油尺的話就應該就不適合 不適合 用這個手動抽油螺絲你只能趴在車子底下 去做去拆那個洩油螺絲了 因為他沒有機 他沒有那個 他沒有機油尺的那個孔 對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他的話就是 這個最大的 要放在這個洞裡面鎖起來 塞起來啦 塞起來 然後再慢慢接慢慢接 OK這個最大的 就是這樣子塞進去 這個都是橡膠的啦 橡膠的 就這樣塞進去 然後一直接一直接 接到適合的 機油尺的那個孔徑 然後就可以去做抽油的動作 就可以去做抽油的動作 然後我買這一 我買這一台的話在淘寶買 台幣390 然後加海運的話大概200塊 因為他體積比較大 所以他的運費可能就比較貴吧 然後海運比較便宜 空運的話 搞不好要300塊以上 的那個運費 那我不急 所以我就用海運的慢慢運吧 慢慢來 因為不急的話 你就可以省錢 如果你很急著用的話 你 越急著用 你就要花越多錢 去買你想要買的東西 所以呢我不急我就慢慢 就慢慢讓他運慢慢等吧 我從下單到 拿到手上大概 兩個禮拜吧 10天到兩個禮拜 我忘記了 因為這個是我3月份買的 3月初我就拿到手了 OK好 然後在這就是 台灣有實體店面在賣 那實體店面賣的話 最便宜是665 那也有人賣到800多 900多 都有 都有 實體店面 那蝦皮的話 蝦皮的話 我是找到 最便宜一家 是665 在台北市的環河南路 可是要再加運費上去的話 運費我記得好像90還110 這樣就700多塊了 這樣就700多塊 那反而 反而比我淘寶買還要 貴 所以呢 我這個淘寶買就是200塊 再加390 等於是590塊錢而已 但是如果你在蝦皮買的話 要加運費可能要700多塊 相差150以內 相差到130 140左右 那我不急著用 所以我就可以省下130到140 的台幣 對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給你們新的東西 新的DIY工具分享 如果你們有DIY自己換油的話 尤其是換汽車的油 我建議你買手動 買那個抽油機 不管電動手動 都沒關係 因為呢 要減少你 自己趴在車子底下的時間 盡量減少 人不趴在車子底下 就不要趴在車子底下 因為趴在車子底下 多少還是會有 一定的危險性 還是會有一定的危險性 所以呢 我為了我自己的安全 所以我就花錢買了 不然我之前換汽車機喔 我都是 把車子 架高 稍微 稍微架高 人就鑽進去底下 拆卸油螺絲卸油 對然後 我覺得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有點 有點危險啦 所以呢我就花錢 花錢買個 平安吧 反正不到600塊錢 那日後你換油更方便 然後自己也更安全 OK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子 拜拜